别人都说女人的心情阴晴不定 尤其是男人更拿捏不住女人的心理变化 女人也总觉得男人一点都不了解自己 为此因为这些两人常吵吵架 但如果女人有这四种表现 就说明她心里已经不在乎你 一、不再管你、不再和你吵架 女人一旦有这种变化 她的心态已经改变 以前因为关心你 常常苦口婆心地劝你不要出去喝酒 少吸点烟 别在外面勾三搭四 因为这些事情跟你歇斯底里 吵架严重的时候哭得声泪俱下 但如果有一天她不再和你吵架 不再管着你束缚着你的时候 就说明你真的自由了 啊、对你非常的客气 都说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的人 当一个人真的不爱你了 她跟你说话都非常有距离感 这些表现都已经说明 她已经把你当作一个外人 不想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你 久而久之你就成为了她最熟悉的陌生人 三、眼神改变 当你喜欢一个人 你对她的眼神是崇拜的 欣喜的 当你不爱一个人 连眼神都会改变 那种眼神会变得无所谓 没有光彩 就像看待一个平常人的眼神一样 四、不愿于你有任何肢体接触 情侣之间都喜欢用亲亲和抱抱 来表达自己对方的爱 但如果有一天 她回避这些 就说明她已经不再在乎你 不再对你有任何兴趣 甚至可能厌烦你 总而言之 当一个女人不再爱你 你做什么都不会引起她的注意 你的一切也不会干扰到她的喜怒哀乐